告诉哥哥,是谁,蓝湛很迫切地想要知道,想知道他在献献心里到底有没有位置,是,是湛哥哥,魏英像只虾一样缩在被子里,蓝湛则是亲自去给他的小皇后洗裤子,回来后魏英指责他干嘛不扔掉,还洗了干嘛,蓝湛一脸正经地说这是见证他长大的一步,所以必须得洗干净留着,魏英的脸更红了,还有比这更窘迫的事吗? 蓝湛找来干净的裤子想要帮魏英换上,但是魏英现在知道害羞了,换裤子什么的已经不会当着蓝湛的面了,当然蓝湛尊重他的意愿和隐私,但说真的,早晚他会让魏英对他全然地坦然相见,魏英看着背对着自己的哥哥,赶紧躲进被子里穿好,其实到现在为止他算是能感知到湛哥哥对他的感情了,因为他有父亲和爹爹, 这一对恩爱夫妻做参照,蓝湛对他的好与温柔都是父亲会对爹爹做的,而自己从小被养在蓝湛身边,一开始确实只是把他当哥哥,但渐渐地,他的世界就都是湛哥哥了,包括在梦里。 之前第一次梦到湛哥哥亲了他,这次梦见的则是更加荒唐,有些是他本不明白的,可现在突然就明朗起来,能对哥哥有这种梦境和心思。 那证明自己对哥哥不是亲情上的爱,或许他们也可以像父亲和爹爹一样,做夫妻。 魏英突然被自己的想法给惊到,不自觉地把手指含在嘴里咬。 蓝湛看着他一个人在那里不知道想什么,一会惊喜一会脸红的,手指轻轻敲了敲魏英的小脑袋刮,想什么呢? 这么入神,啊,没想什么呀,魏英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哥哥,万一哥哥真的只是把他当一个小弟弟一样呢? 那自己岂不是自作多情了?毕竟哥哥从来没有说过喜欢他,因为这件事魏英苦恼了一段时间,说与不说难以抉择,蓝湛也察觉到小孩最近的反常。 他一向是有事就利落地解决,绝不能放任小孩一个人胡思乱想。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地把人搂在怀里,引导他把自己的苦恼说出来。 一开始魏英还扭捏着不敢说,蓝湛亲了亲魏英的额头,献献。 有事我们说出来一起面对解决,好吗?要相信哥哥的,难道还把我当外人吗? 没,没把哥哥当外人,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,又怕被拒绝,不用怕,大胆地说出来。 魏英酝酿了好一会,才终于鼓起勇气抬头看着蓝湛,把想说的话说出来。 战哥哥,我不想当你弟弟了,蓝湛一颗心瞬间被冷冻,什么意思? 小孩不需要他了吗?长大了,所以要飞了,还是说自己哪里做得不好。 蓝湛的心情突然低落到谷底,但接下来的话却足以让他兴奋一辈子。 战哥哥,献献想做你的妻子,就像父亲和爹爹那样,看着怀里人真挚热烈的眼神。 蓝湛的胸腔像着火了一样,他的宝贝怎么可以这样可爱? 蓝湛翻身把人压在身下,呼吸粗重,凛冽的气息打在魏英脸上。 他们的距离过近,彼此只能看到对方眼中的自己。 献献,我的宝贝,蓝湛再也不想控制,一只手压下魏英的眼皮,轻轻地低下头就亲上那朝思暮想的唇瓣。 魏英的唇饱满,柔软,蓝湛尽情地辗转研磨。 乖,嘴巴张开,魏英被亲得迷迷糊糊,蓝湛怎么吩咐他都照作不悟,舌尖被挑起相互纠缠。 悬叶顺着嘴角滑落,以你又风情,直到魏英跟不上呼吸蓝湛才喘着粗气停下。 手指抚摸着魏英的红唇,献献,在我心里,你早就是我的妻子了,真的。 湛哥哥也喜欢我,喜欢,喜欢得快要发疯,快要控住不住自己想要做些事来证明你是我的。 哥哥一直在忍,一直在等献献长大。 湛哥哥,献献好喜欢你,魏英一头扎进蓝湛怀里,她有点想哭,湛哥哥陪伴了她整整五年,给她的爱不比任何人少。 她该早点明白,早点说出来的,湛哥哥,等献献长大很辛苦吧,不辛苦,值得,献献值得。 魏英紧紧咬住下唇,眼泪已经蓄在眼眶,蓝湛轻柔地解救了魏英的唇,把自己的手指放进去,咬这个。 别让自己痛,魏英真的咬下去了,同时眼泪也掉了出来。 湛哥哥总是这么好,看着手指上的牙印,蓝湛欣喜不已,这也算一个烙印了。 魏英搂着蓝湛的脖子把它往下压,又亲了上去,不过魏英没有经验, 只是唇贴着蓝湛的唇,不知道该怎么做,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出舌头碰了一下,就这么一个小举动就让蓝湛丢盔蟹甲。 献献,不要再诱惑我了,蓝湛的声音嘶哑低沉,好像在续着某种力量,一旦破壳而出将会毁天灭地。 她不想伤了魏英,所以在努力地压制。 心里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,魏英还小,湛哥哥,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的,乖啊,宝贝,不要再说了。 最后,蓝湛还是借用了魏英的手帮自己,禽兽试得满足了一下自己,因为她真的忍得够久。 怕再忍下去,她会失控,结束后蓝湛替魏英把手上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擦干净。 魏英全程鸵鸟式地低着头,一大早的时间过得荒淫无度。 魏英很喜欢亲亲,自从两人说开了心思,一见到蓝湛先要抱着亲一下。 蓝湛去上朝也要黏着人亲一下才能走,魏英也不再避着蓝湛了。 沐浴的时候也要蓝湛给她洗了,看着眼前白皙的肌肤,蓝湛嘴角上扬,小坏蛋。 故意引诱我是不是,魏英做这些还不是想跟蓝湛有更近一步的亲密接触。 她们每日都只是亲亲,偶尔用手帮帮对方,可魏英不满足于此,所以想招法地勾引。 她很想体验一下那种跟湛哥哥彻底结合的感觉,可湛哥哥雷打不动就是不碰她。 到底还要等多久啊? 现现,等你十六我们大婚,到时候什么都听你的。 好吧,一心想要现身的现现,根本不知道十六岁之后她会不会掐死现在的自己。 魏英的十六岁终于在她的期盼中到来,也是她陪在湛哥哥身边的第六年。 时间可以说是过得很快,转眼她就从十岁到了十六。 而湛哥哥对她的关怀和照顾一直都没有变过,她的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湛哥哥。 她拥有别人享受不到的亲情和爱情,今日是她的生辰,更是她与湛哥哥大婚的日子。 七天间早就算好了这一天刚好是好日子,一婚嫁。 所有的一切早就在湛哥哥的安排下准备好,只等这一天的到来。 前一天晚上,魏英兴奋地睡不着,魏家人也都沉浸在喜悦当中,整个魏府早就装点得喜气洋洋。 魏英趴在爹爹膝盖上,艳雨一下一下地抚摸着魏英的发丝,她的宝贝长大了。 感叹时间过得可真快,魏英扬起脑袋看着爹爹,眼里是藏不住的幸福。 她这辈子有爱她的家人,宠她的湛哥哥,一生之中没有受过什么挫折。 平安健康地过完十六年,爹爹,谢谢你们,傻孩子,谢什么,你是我们的宝贝。 只是以后要变成别人的宝贝了,献献永远是你们的,永远最爱你们。 这话你可别让陛下听见,不然又要吃醋了。 她那个大醋精彩,不要管她,年纪一大把还学人家吃醋。 我才和小太监们多玩了,会她就摆臭脸,把她能的。 好了,都要成亲了,就别吐槽了,快点休息吧,明日要起很早的,可是睡不着啊,怎么办啊,爹爹。 我现在已经开始心跳加快了,好了快点去睡,爹爹陪我。 好,第二天,魏英被艳雨叫醒,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,看了看外面的天色都还没亮,想着还可以再睡一会。 小懒虫快起来了,别耽误了,时辰,天还没亮呢,再睡会,还睡,快点起来,事情很多的。 大婚的婚服早就准备好,伺候的人鱼灌而入,魏英缓了好半天,才想起来今天要和湛哥哥成婚,赶紧拍了拍自己的脸清醒清醒。 魏英看着镜子里被打扮得娇俏动人的自己,一身红衣滑贵喜人,他都能想象得到湛哥哥见到这样的自己会有多开心。 皇帝大婚,一世繁重。 魏英从魏府出发,一路上他都沉浸在即将成为蓝湛的皇后的喜悦中,心情很是激动。 外面的百姓都聚集在两旁,都知道陛下要娶魏府的小公子,还是清风的皇后。 这等殊荣,他们都想来见证,热热闹闹地街道上传来大家的祝福,魏英听在心里乐滋滋的。 他希望去皇宫的路能短一点,他好想立刻就要见到湛哥哥。